看店要懂得看牌檔 牌檔有利有弊 利的就是吸引人流 弊的就是擋住門面 但當然店鋪如果又旺又開陽 起碼貴多三至六成 現在在長沙灣法長街 9至11號家家法大閒 住這裡的人都知道 這一頭對住保安道市政大樓街市 整個長沙灣最旺就是這裡 我爸爸幾十年前在這裡開過地產代理 想買這間店之前 我帶他來看看這個位置 他馬上告訴我 阿仔快點買 不要說那麼多價 為什麼不要說價呢 原來聖誕節後 業主一堆店突然拿出來買 短短幾天內就全部賣了 2號店賣了740萬 3號店賣了900萬 4號店賣了980萬 5號店賣了1400萬 6號店賣了1150萬 我們都不收書 就收了最便宜的那間 不入不出 細馬 講起這頭的時候 雖然有排檔遮住 但始終長沙灣 旺段 附近有幾千個住宅單位 將會落成 所以叫做又有前景又旺 要我給分 七八多萬貨仔 我給11分 當然有利益衝突 不要說那麼多分 不如說一下排檔 10號要知道的知識 現在開始10號的計算 10號 當然由小販的歷史講起 原來香港政府 由1847年開始 已經對小販實行這個發牌制度 1935年就通過了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 正式立法去規管 1958年就成立專責的小販管理隊 第九 小販有分多少類型呢 原來主要分兩類型牌照 一 固定攤位小販牌照 二 流動小販牌照 固定攤位小販牌照有分為七類型 拆鞋 熟食 報紙 工匠 理髮 靠牆 和其他類型 流動小販攤位有分為四類型 報紙 冰凍甜品 流動車 和其他類型 第八 小販究竟越來越多還是越來越少呢 原來1980年代末的時候 最高峰期有近二萬個持牌的小販 但是慢慢減下減下減下 減到2015年底最新數字 只有5700個固定攤位 和400個流動小販的牌照 加上都只是大概6100個 固定的牌照呢 分佈在43個固定小販的牌照區 其中約1100個 就行這個叫招航晚策 即是女人街 廟街 你見到的那些 約2600個就是所說的小屋 在花園街或者這裡見到的那些 都是小屋類型的 經過政府多次的 自願小販交還牌照計劃之後 現在的小販見到就越來越少 很多都已經不做或者搬走了 第七 現在小販還有沒有發牌呢 原來由1970年代起 在一般情況下 政府已經不再簽發新的小販牌照 只是在2009年7月至2012年4月期間 一次性就發了61個新的流動 冰點甜品俗稱雪糕仔 和218個新的固定攤位小販牌照 另外2009年底 亦都在中環戲院里那裡 有8個刷鞋像的牌照發了出來 除此意外 近年小販的牌照已經沒有再批出 第六 排檔的空間有沒有限制呢 原來由1979年起 大部分排檔的空間就像這個一樣 限制了為3呎乘4呎 大一點的是3呎乘6呎 或者4呎乘6呎 但是食環處都知道他們要賺食 所以在營業的空間的時候 真的在做生意 就可以將貨擺出來 唯一就是不可以阻塞走火通道 第五 為什麼排檔大部分都是綠色的呢 其實政府沒有規定的 不過只是傳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經濟迅速發展 但是物資又短缺 所有東西的顏色 要是紅 要是白 要是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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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缺少 紅色是橙眼 白色又不吉利 綠色又好看些 耐用 那為什麼用下用下 人們就開始用綠色 講下講下 人們就以為政府規定 我們和這個中環著名的南方園老闆 求證 他也是這樣說 第四 排檔又需不需要交租呢 當然不用 原來每年只是交約千多元的排費 就可以了 但好像今年一樣 整天財政司都免排費 即使要交 最便宜就是流動小販牌 只是每年980元 最貴的就是熟食固定攤位 每年就需要交26514元 如果要交租 網網這裡 市值租金 起碼幾十萬 現在只是交約2000元的排費 當賺了 第三 小販牌照可否轉讓呢 對外人 NO 自己人就看你哪種牌 如果你是流動小販牌照 任何情況下 轉讓或者承繼都是不容許的 但固定小販牌照 直系親屬 即是爸爸媽媽 配偶 或者子女的話 就可以申請承繼 但如果你的牌照 是2010年5月之後發出的話 I'm sorry 不可以承繼或者轉讓 第二 牌檔可否請人幫忙呢 答案是可以 但助手 所以必須先向這個食環署登記 以此牌人 必須是依然親自經營的 除非是用線 入貨 或者大病 不在這個檔口 否則其他時間 一定要親身在 即使它是大病 請個替工的話 最多只是六個月 過了六個月的話 隨時牌照要交還 第一 牌檔最重要的致命箱 在哪裏呢 說話你要小聲 你分分鐘給人打 看傳媒報紙 經常都報導公開的秘密 就是很多時候牌檔 剛剛說的 當主持牌人 需要親身經營 但很多時候 經營者 都不是那個持牌人 因為持牌人 不用交租 這麼旺的地方 當然是賺到錢 賺了錢就上岸 但每天在那裏 日曬雨淋 真的很辛苦 有人想創業 小本創業的時候 由零開始申請牌照 又拿不到新的牌照 那怎麼辦呢 市場上有些交易 就是專門頂手 這些持牌人的牌照 拿回來做 但食環署 說明這些是違法 如果被發現的話 就會吊銷牌照 那你想想 如果你的店前面 有些牌檔擋住 萬一前面那個經驗者 跟持牌人是不同的話 食環署又知道 那就隨時的檔口都消失了 但現實地 創業這些都是辛苦錢 這個日曬雨淋的創業精神 值得我們尊重 香港的牌檔 只會越來越少 很多的店前面 明明有個牌檔擋住 過一會兒 那個檔口又搬走了 我從來沒聽過 店前面開陽 突然間有個牌檔擋住 門面 看一看這裡 這麼旺的地方 如果能夠開陽一點 這間店當然是值錢一點 也解釋了為何 2017年一回來 你辣的店 2、3、4、5、6號店 短短幾日 就全部掃清了 希望以上跟你說 10個牌檔的貼士 能夠對你日後 買店、租店 也有所幫助 成會是香港首間證監會 次排 專注商鋪投資的資產管理公司 商鋪你可擁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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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